What?PayPal居然发行了稳定币PYUSD 它将带领3.3亿新用户 冲进我们Web3行业比特币 10万美金之日可待 牛回快来 那PayPal是美国版的支付宝 所有在美国工作小伙伴 应该都有用过这笔软件 可谓是非常的好用是吧 那它现在来到我们行业 到底想要干嘛 它企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 想要去布局我们行业呢 那它这回呢 只是喊喊口号呢 还是来真的 欢迎回到加密大漂亮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转发 关注大漂亮的财富密码到你家 好那要说这个事呢 就要说这个月8月7号的时候 当时PayPal发布了一则公告 它说我要发布稳定币了 我要全面进军Web3了 这消息一出呢 我们Web3所有的从业者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 都是有点受宠若惊 你说你这个PayPal 你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在线支付的提供商 你来我们行业干嘛呢 你难道是看上我们行业 这撒瓜两枣了是吧 我们Web3行业总体量有多大 大家心里也都知道是吧 你不会是来找我们捞钱的吧 你没听错 这个PayPal它就是来捞钱的 打说呢 咱们得去看看它的股价 在过去两年呢 那股价真的是跌跌不休啊 你要是这个PayPal的股东 你不得不去骂死那些高管呀 怎么办怎么办 赶紧给我出去讲故事啊 赶紧给我开展新业务啊 赶紧提升提升咱公司的业绩啊 哇拉了股价出出货 套套现是不是 于是呢 这群PayPal的高管呢 可谓是灵机一动 瞄到了咱们行业 USDT的发行商Tether 这个泰达公司呢 它是稳稳当当年收入 几十亿美金 好家伙 想不到吧 Web3行业虽然小 但是利润非常大呀 那你一个小太大 你在Web3吃毒神是吧 不如呢 我也一起来 咱们两个把蛋糕做大 大家都有的赚 嗨起来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PayPal呢 就来到咱们的行业里面了 说干就干啊 2023年的8月7号 在币安亲儿子BUSD的发行商 Paxos的帮助下 这PayPal成功在以太链主网 发布了它的稳定币 PUSD 它的发行逻辑呢 和USDC USDT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由美元 短期国债和现金等等价物的支持 某定这些等价物去发行的 PYUSD的价值呢 也始终某定一美金 一PUSD等于一美金 那电商数据显示 当前的PYUSD的总量呢 是2690万枚 持币地址呢 是11个 虽然呢 现在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少 玩的人也非常少 但是现在人家官方都说了 未来呢我们要逐步向美国客户开放 你要知道 那美国客户 那可是它3.3亿的韭菜用户啊 啊不对 3.3亿的用户啊 这个想象空间是不是大大的有 那么这个PYUSD 这个稳定币它能干嘛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非常好用啊 那大漂亮归纳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PayPal上面 用PYUSD买入和卖出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是不是真的很给力 真的在做事 第二点呢 就是在PayPal上面 我们可以和我们美国的朋友 相互转账 用这个PYUSD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PYUSD 也有支付功能 我们可以买东西逛街啊 交租金啊 等等等等 一切都可以用PYUSD结账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PayPal 把美元直接换成PYUSD 然后呢 再转到跟它兼容了PayPal的加密钱包里面 然后呢 去参与以太坊上面的DeFi活动 总而言之 PayPal这次发的稳定币呢 可不是啊 某某一些政府发的什么国家稳定币 它是非常的去中心化的 它就是我们链上的真实的代币 它的可信程度是受以太坊主网支持的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咱们PayPal够努力啊 把它的稳定币支付场景做大做强 那我们VIP3的整体市场体量呢 将水涨船高 我们坐享其成 是吧 这叫不管宏观怎么变 我们行业以不变应万变 外来资金不断的流入进来 到时候就是一根大阳线千军万马来相见 好那接下来咱就说说 这个PayPal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咱们行业都有哪些更深刻的影响 不要被这个表面的利好所蒙蔽了 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扩大咱们行业的影响力 然后所有外行的懵逼的小白 根本还不理解我们行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先用起来了 先成为用户 先感受起来 好那第二个影响呢 就是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合规的出入金通道 因为呢美元和PYUSD可是一比一自由兑换 而且呢这个兑换商可是PayPal啊 这么大型的企业 这个兑换呢将会是非常丝滑 让我们亏钱啊不赚钱更加的容易了 第三呢它对我们行业的影响呢 就是会刺激我们行业 DeFi 板块的活动啊 毕竟呢你要知道 PYUSD它是12C20代币 它去Curve Uniswap上添加流动性 去AAVE上面搞个抵押 都是非常方便的对不对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交易所的活跃度也会提升 你要知道Coinbase大概率会上线PYUSD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 或者是PYUSD和以太坊的交易对 那大量的新银湖进来拿着这个钱 不管买点啥 这交易量不就刷刷刷的上去了吗 总而言之呢 这个PayPal推出稳定币 对咱们行业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就看就看什么 就看它这个事儿能不能干到最后 中间的监管呢能不能让它好过了 说到这个监管呢 大漂亮不得不说一嘴啊 这中间呢有一个美国监管的两面性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自从2022年FTS爆雷之后 咱们行业呢可谓是备受关注啊 美国政府意识到啊 你说这个加密行业它要么没事 它要有事儿是绝对是大事儿 所以说对我们行业的监管呢 那可谓是一个变态 这SEC一边又要起诉美国的币安 一边又起诉Coinbase 一边禁止币安发行BUSD啊 甚至把POS机制的一系列代币 都狠狠抓起来当成证券去管啊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监管毫无人性嘛 就是一个盟管弄死你 但是现如今大家品出来没有 自从前几天有一个机构级别的交易所 DEX 我们之前视频有讲过 它推出之后啊 紧接着贝莱德申请比特币的现货一天 PayPal这时候你又推出了稳定币 而且背后是BUSD的发行商帮它发行的 这一切呢 又在向着合规健康的方向去发展了 你说美国的监管机构 你是不是两面派 可能呢 现在的当局者应该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的Crypto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不会因为某一个国家的监管呢 而停止前进 与其说禁止它的到来呢 不如说拥抱它的到来 跟它一起成长 那我们行业也是政府 我也不经历风雨 则能见彩虹 宝剑风从魔力出梅花相似 苦寒来 我们比特币四年磨一剑 这轮牛市 咱们15万美金巅峰相见 好那视频的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PYUSD 你会去做什么DeFi项目呢 留言告诉大家漂亮 那你如果对我们行业有什么不太懂 想要了解的呢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来帮你研究研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